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年月 明今一朕没了 汗切瓜 落满地叶黄掉 喊下了才发言赴离上片山 叶花了 大家好 我是YY 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 香港时间下午大約3時半 剛才我唱歌在那裡撿紙 今天這段影片是講阿正修敏 影后昨天剛剛是新鮮熱辣出爐 恭喜她 因為她贏了張艾佳 張艾佳是很難贏的 鄭秀文就憑著她的影片叫做 《流水落花》 就贏了 這次令到她這個 片山野花了 以我們理解 她都出來參選過很多次 她這次都出來說 每次都是陪跑 然後感覺到她多次的失落 終於呢 這次就叫蝦鳥 再才發言赴离上片山野花鳥 是不是很適合形容她呢 這首歌是出自她 即歌詞出自她的首歌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其實我剛才去想一首歌去襯她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想起這首歌 但我其實是想起最後這幾句 因為我想找一首歌的歌詞 設合她現在那種 即是得來不易 年年月月的 於她來說是很想要得到 而得不到那種感覺 而終於得到那一刻 那種心情 那我就發現 其實這段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多謝你們忍耐 聽我唱多兩下 如帶著 如帶著 殘如孤雷 殘如不滿 殘如空虛 時而走近 時而遠去 還看最後荒廢 如畫妝具 決定我勝敗得失心控裂 然後磨難結晶 然後磨難結晶 將化做翡翠 多得如水 我覺得她現在真是 將磨難結晶了 今次終於出了翡翠 拿到獎了 如果她當年 即是之前這麼多次的失敗 如果令她擺下 有顧慮 有不滿 有空虛 將東西擺下 荒廢了 這樣的話 今次就沒有這個壯舉了 所以 我覺得也是 其實有時候 就是 決定我勝敗得失心控裂 你究竟想怎樣 勝和敗 都是在乎你究竟想怎樣 她堅持走下去就成功了 這裡是恭喜 恭喜恭喜鄭壽文 好 我們今天就是講一講她八字我本 主要就是想講一講她 看一看 為什麼會現在贏獎 過去幾個大運 究竟配了什麼給她 亦都配不到什麼給她 跟她的人生真正的上落 究竟那個相配到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先講她八字之前 先賣一下廣告 如果第一次因為鄭壽文 而進來我YY Channel 第一次看我台片的朋友 多謝大家過來 我這個台本身 就多講一些 玄學術數風水八字命理奇門 遁甲西洋占星等等等等相關的話題 即是那些玄學話題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些題目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按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鐘 等我有新片到的時候 就可以通知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找我看八字風水摘日改餅的話 留意我片頭的那條巴 巴上面 就有我的email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 傳email給我 我大約用半日時間 就會出來的了 我本身有接開相關的生意 到時再個別和你們大家聊 好 鄭秀文八字 1972年8月19日出生 八字在沒有時辰之下 就是任子 茂生任五 好了 這個八字 大概怎樣看呢 本身是一個任水命的八字 身強、月、令、金、透降 其實這條短短幾句 我已經帶出了 通常這些八字 如果他們去選擇 去唱歌啊 或者去說話啊 那些public speech 那些都特別容易感動到人 或者是特別容易出到善 或者甚至乎這些作為職業上面的衛生 而他的八字就是 對於我來說有點關鍵 就是在一個得失欠缺之下 是需要以火 即是需要有火而以 需要以木通關 那我不知道他時辰是什麼 但是如果憑這三處這樣的話 就是要有一些這樣的條件去 去令到他可以再走出來 我們看看他的大運 我把他最近三期的大運 放出來 1996年月字雲 2006年甲神雲 2016年貴馬雲 那怎樣看呢 剛才所說 他其實是一個需要火的八字 而同時需要以木通關 在1996年這個八字 大運 絕對配有這些東西給他 配得非常之好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命主比較順利 也容易賺到錢 所以在鄭秀文的八字上表現 就是熊 個人熊 他好像在1994年參加歌唱比賽 類似 然後1996年一直打後 去到2001年印獎 印獎派 2001年之間出了很多個 那個時間也是 例如王菲、彭玲、關淑儀 是否早一點 即是那些時代 鄭秀文就是其中一個 在八字大運的配套條件之下 就是容易發財 唱歌產量多 容易受別人留意 整體來說就是順行運 好了 去到2006年 這個大運 在運行甲神運的時候 他一樣都是 有個木通關 但是他欠火了 但是他有很多水 也有些合水局出現了 可以這樣說 就是 他相對來說 在那個期間來說 就是比較多一些 平輩的協助 例如朋友 或是兄弟姊妹 那些這樣 而 因為 在 擺開看他那些 兄弟姊妹 朋友 彭貝 那些位置之後 其實剩下 就是 在那個大運 和 他本身的八字那裏 剩下那些七殺 而 因為 大運本身 特位 是添這些殺出來 於他來說 相對是 一些比較壓抑的 時代 而他真實上來說 也都是 真的在 剛剛轉這個大運 那個階段 轉去 鴿神這個階段 就得到 抑鬱症 據說 當時 他是 他自己 接受訪問 為什麼 那時候會覺得 有抑鬱症 因為太在乎成功 就有一種 有志難書 的情況出現 總之 在這個 鴿神大運 整體 都是靜了 這些東西 好像不通 不能通 出來 好了 後來 就去到 2016年 他走 這個 桂馬運 這裏 這裏 就是 這個大運 就適合他走 又適合他走 這個大運 看上去 就像 一個 水木運 但實質來說 其實是一個 木火運 就是 除了 天光 有些 財 合 局 出現了 之外 他亦都 配有 食箱 給他 是一個 順行的 大運局 而 又 剛好 有時候 不知是命運安排 八字寫好 還是怎樣 總之 今年 其實本身 也是貴卯年 所以他同時來說 就是在貴卯大運之下 行貴卯年 在雙貴卯的協助情況下 我當然是用八字去說 雙貴卯的八字情況下 我就會 這裏寫下 木火通明 食雙生財 史萊雲道甲 今天拿獎我 我去到這裏的時候 剛才我 DRAFT到這裏的時候 我覺得 YY去到這裏 可以扮外面的師傅 除了我寫到這裏 思耳溫都 外面的師傅 那些江湖風格 他就出現了 焚臨二天 焚臨二天 比較難咬字 蝕窄二語 沒有水 蝕窄 曬光了 焚臨 焚到 水沒有了 二語 剩下魚出來 就是要罵 外面的師傅 很喜歡用這些 形容詞 你看YY很少用這些 形容詞 因為 形容詞 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 他們這樣 挺有趣的 出乎其類 不乎其水 春生下掌 抽收動作 赤有所短 寸有所長 這句最吹水最好笑 剛才在想起 他們那些 那些 特點的 封鎖 所以 總之就是 一個適合他走的大運 和適合他走的年運 我也可以這樣說 在 所謂的六十甲子 十天干 十二地支 整體的陪套之下 我剛才看過 想過 真是最適合他走 其實是貴貓 所以這裏 真是恭喜天后 在這樣的大運 在這樣的年運 好好地 享受了這樣 特殊的榮譽 不知道他未來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那我就 看看有沒有出現 這麼厲害的 again and again 這樣的拼合 好 今天暫時 暫時 這麼多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 我就考慮 可能會 我看一會有沒有時間 有時間的話 我就錄一錄 成首 我們都是這樣 長大的 這首歌 錄下去 傳給我 YY清清唱 如果我一會兒真的有唱 我應該會在下面 description 放連結 讓你們 順便到YY清清唱台 去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鐘 未來有些清清唱的歌 可以和大家在那邊 聚一聚 暫時這麼多 記得那邊是沒有音樂的 是清唱的 YY不會玩音 YY就是會唱歌 開口就唱的